哈囉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海賊王1060話全文 薩波發現醫母大人的存在 草帽一群人想去解救薇薇 就開始我講解 破300站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我的DC 一起討論海賊王 就開始吧 魯夫說到 那100%是個謊言 就好像他會做出殺死薇薇父親一樣可怕的事情 薩波絕對不會那樣做的 羅賓說 確實 我同意 革命軍的目標永遠都是世界貴族 而不是國王 畫面又再次提到當時的報紙 革命軍向天龍人宣戰 他們的參謀長 刺殺了阿拉巴斯坦國王寇布拉 他的女兒薇薇公主下落不明 魯夫說 我們要去阿拉巴斯坦 馬上 索隆說 就像上面說的那樣 寇布拉死了 如果你去那裡 會有什麼變化嗎 薇薇也失蹤了 最後一次出現是在聖地瑪莉喬亞 魯夫說 那我們去瑪莉喬亞 索隆說 那是他們的地盤 你這白痴 你想和海軍總部打架 魯夫說 我會的 別告訴我你害怕了 索隆 索隆說 我是說這沒有用 你冷靜一下 湘吉日說 薇薇你感覺怎麼樣 你在那裡請注意安全 喬巴說 薇薇的爸爸死了 即使我們是海賊 他對我們也很好 騙人布說 該死 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國王了 索隆說 我很擔心薇薇 也很擔心薇薇現在的感受 聖平說 看起來這個想像已經一團糟了 弗王吉說 我們確實在多雷斯洛薩 遇到了你的兄弟 魯夫 布魯克說 我沒有聽到阿拉巴斯坦發生暴政的情報 索隆說 我也受不了了 薇薇在哪裡 魯夫說 我也是 我們去幫他吧 索隆說 你們所有人 讓我休息一下 魯夫 魯夫你忘了你說過關於艾斯的事情嗎 回憶 魯夫曾說過 艾斯有自己的冒險經歷 索隆說 除非是大危險 否則我們應該讓艾斯自生自滅吧 索隆接著說 你是看不起薇薇嗎 我們都知道 她是一個多麼堅強的女人 時機成熟時 我們會與任何必要的人戰鬥 但現在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你只是在煩人 然後這邊船員就在搞笑互罵起來 羅賓說 我們在核之谷的時候 發生了很多事情 而且變化還不止於此 廢除欺負海系統 基本上意味著 他們這種肆無忌憚的海賊宗旨 而最後變成了十字公會的成立 以及另一位四皇 天才小丑八旗的誕生 魯夫說 只有最後一部分聽起來不對 羅賓說 魯夫這裡有一些和你有關的名字 你想知道嗎 魯夫說 就交給你吧 如果很嚴重 請告訴我 羅賓說 明白 那我就這麼做 我敢肯定 這些所有訊息 都讓我們頭疼 魯夫說 但薩波絕對不是兇手 薩波只是因為自己在受限家庭中長大的經歷 才想解放所有人 這裡進入到了薩波的回憶 薩波說 我想看看廣闊的世界 並寫一本關於他的書 魯夫說 我們三個一起許下諾言 我和他和艾斯 我要去 這裡沒有說出來 草帽海團一群人聽到魯夫的夢想驚訝 騙人布說 你認真認為這種事情可能嗎 魯夫說 如果成為海賊王 說不定就可以了 騙人布說 這不是一般人會想出來的點子 魯夫說 我沒有告訴你們這件事情嗎 騙人布說 不告訴別人沒關係 因為不可能 魯夫說 那我才只能告訴紅髮和艾斯薩波 魯夫說 他們笑了 紅髮笑到哭了 但是那是我的夢想 聖明說 好吧 我們現在不能把他當作別人的事來對待 可以嗎 我們得到了一個地獄般的船長 喬巴說 但那很好 魯夫真是一個好夢 納美說 這是我對你的期望 放棘說 為此你必須比海賊王更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距離拉夫德魯僅差一個歷史本文 羅賓說 沒那麼容易 弗壤機 最後一個歷史本文好久不見了 我們不知道他可能在哪裡 草帽海團的部分就到這裡 畫面給到了海軍與革命軍這裡 海軍說 炎蒂薩波 與卡瑪巴卡王國取得聯繫 他在那裡 我們必須找到他 他們沒有使用任何的白色電話蟲 所以肯定是緊急情報 他們說不定馬上就斷了 我們已經成功找到他了 他在哪裡 在陸陸西亞王國 吳老星說 陸陸西亞王國如何 一抹無語 海軍說 他是最近發生的 八國革命的國家之一 薩波的完美藏身之處 吳老星說 原來如此 真是個倒霉人 不 也許這就是命運 畫面轉到卡瑪巴卡王國 科爾拉說 薩波 薩波說 我為發生的事情感到抱歉 伊瓦克夫說 薩波你沒事太好了 薩波說 龍先生 刺殺寇布拉的人不是我 莫莉說 沒錯 我就知道你不會做這種事情 克爾拉說 我知道 薩波 薩波說 但是在聖地馬力喬亞 我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東西 畫面轉到陸陸西亞王國 市民說 天黑了 烏魚密布 就像是有個巨大的東西 就在我們上方 海軍說 你們都會後悔的 海軍本部的人到了 你們一個個都得被釘死 克曼公主說 爸爸讓我殺掉他們 我不會原諒這些失敗者 市民說 陛下部 官大人 請承認你的錯誤 我們無意奪走你的生命 薩波說 在聖地馬力喬亞城堡內 在空的王座上 此時有人說 通訊部 切斷書房蟲子 這裡應該是指電話蟲切掉 海軍說什麼 薩波說 在那部應該有 世界之王的寶座上 吳老星說 現在聽通訊部 陸陸西亞市民說 那個影子是什麼 吳老星說 你沒有收到任何信號 陸陸西亞市民說 爸爸我很害怕 吳老星說 你什麼都沒攔截 陸陸西亞王國 那個國家從來不存在 海軍說 東南海岸發生海震 克爾拉說 薩波薩波 此時天空掉下來一陣光束 變成了爆炸 陸陸西亞王國毀滅 之前說過 這基本上就是天王的力量 很難是果實能力 海軍說 小心即將到來的海嘯 樹日後 千陽號上 納美說 這是什麼 這裡太冷了 聖平說 降凡 風太大了 小島有多遠 納美 鳳西說 讓我們這樣做吧 納美說 我覺得這就是下個島的氣候 也許我們正守向一個嚴東的島嶼 羅賓說 喔 喬巴你穿得真好 喬巴說 嘿嘿 有了小雨為我製作的這頂帽子 我已經準備好迎接下雪了 我來啦 魯夫說 納美 那是什麼 納美說 那是 等等 什麼 聖平說 那個窩流好大 魯夫說 窩流 為什麼會在這裡 聖平說 那是在別處被加熱溫暖的核心環 被向上推的結果 納美說 溫差怎麼變那麼大 聖平說 我們需要離開這裡 否則我們會捲入那件事 這就交給我吧 魯夫說 等等 有人在水裡 納美說 什麼 魯夫說 不可能有人在裡面 是美人魚嗎 康吉士說 不 他是對的 我能聽到女人的哭聲 納美說 你是從水裡聽到的 你是認真的 魯夫說 就算有人在 你要我們怎麼辦 納龍說 讓我來 湘吉士說 如果你傷害了那位女士 我會把你扔進海裡 你聽到了嗎 納龍使用招式 一種劍法 鳥舞 魯夫說 他做到了 喬巴說 大家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讓人不說 哇 是個孩子 這邊出來了一個介紹 罪惡世代海賊 珠寶波寧 懸賞金 3.2億 本話結束 文字可能沒有辦法感受到裡面的內容 建議大家還是去看看本篇漫畫吧 很精彩的 最近會做一隻海賊王1060話的深度分析 這話有太多能講了 像是微微的下落 或者是薩波與海軍的博弈 或者更多關於姨母的事情 我已經想好很多的分析內容 大家別錯過了 也可以到BeeBee來幫我一個追蹤 也可以到FBee來幫我一個讚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